会发生怎样的事情一起来期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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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你们能够感受最终幻想食物给各位带来的无穷魅力 多年的等待 迎来水晶降临 You was it 今天晚上的我们就像玩RPG游戏一样 有一个主线任务 今晚的盛典每一个环节登场的嘉宾 都是重量级的人物 而且他们每个人都会给我们带来一种特别的水晶能量 当我们收集起了所有的水晶能量之后 就可以开启今天的终极能量 没错 今天的盛典就像RPG的游戏一样 我实在是太兴奋了 其实呢 李宗盛你知道吗 在我们今天刚开场的时候 就已经出现了第一种水晶能量了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猜呀 是和音乐有关对吗 没错 今天我们开场呢 先是ATF的舞蹈和演唱 同时呢 又看到了音乐演奏 现场的音乐演奏 而这个音乐呢 正是来自于最终幻想15游戏里面的音乐 同时这个音乐的制作人 就是著名的夏村杨子女士 哇 欢迎 我非常喜欢这首乐曲 没错 夏村女士的作曲非常的棒 她之前还有很多精彩的作品 比方说大家可能知道的 《街头霸王2》 也是她作为音乐制作人参与制作的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中国玩家对于夏村女士的了解 一起来看大屏幕 夏村杨子的话 是从网络之星 玩网络之星的时候 也是夏村杨子的 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她的音乐也是非常棒 她在短情那方面 我觉得做得很棒 然后包括一些改编曲啊 也都非常好 然后她的高情节也做得很棒 她在法国看也通过很厉害的 但是如果有机会 可能我希望她来中国也开一家吧 我会去看啊 既然我们已经提到了夏村杨子女士 大家喜不希望她来到我们今天的现场呢 让我们掌声欢迎 来到我们下来 那我们下来就很嬉害的 那我们下来就很嬉害的 谢谢大家到来 好的 那在这里呢 我们也是代表广大的玩家 有一些问题想问一下夏村杨子女士 第一个问题就是请问 夏村杨子女士 请问您当时制作最终幻想15的音乐称 是抱着怎样的一种創作理念呢 いくつかご質問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まず下村様がその音楽制作に当たって どういう思いを込めたとか あと心掛けてきたことはあれば 是非 はい そうですね いつもゲームの音楽を作る時には とにかくその雰囲気 世界観に合うこと 見た目とか映像とか そういうのに合うことっていうのを 最大限に心掛けてきました 特に今回はディレクターの田畑さんの方から 旅とそれから絆というものを 特にテーマとしてっていうことだったので それを常にそれを どんな曲を作っている時でも意識していました 其实也不侷限于这一次的創作 我每一次創作这个游戏的音乐的时候 都是首先要充分的去理解 这个游戏的世界観 然后人物的形象 氛围 这是最大的前提 尤其是这次的导演 塔巴塔桑 他是在作品里 强调了旅行的内容 还有各种情感 关系的这样的描写 其实通过音乐来表现 旅行 友情 父子 情等 关系 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但这些重点 我在創作音乐的过程的时候 一刻都没有忘记 所以第二个问题是 请问夏孙洋子女士 这次最终幻想十五 在音乐风格上 有哪些特色 今回の音楽の特色について 語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特色というか 皆さんもご存知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大変お待たせしたタイトルでもありまして 私の中でも長く時間をかけて 作ってきたということと それから オーケストラの よく割とある RPGの音楽だけでなくて アメリカンブルースだったり それから主題歌が フローレンスさんの スタンドバイミーだったりとか 新しい 今までになかったような 音楽の要素も入っていて 非常にバラエティに富んでます 私以外の素晴らしい作曲の方にも たくさん参加いただいてますので 非常に 何て言うんですかね 充実した内容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其实这个作品真的让大家 已经等待许久了 这一次最大的挑战 其实是幻想和现实的一个结合 与以往不一样 不光是RPG游戏中 经常使用的交响乐 他也挑战了 加入了一些 比如说蓝调 比如说Stand by me的曲風 然后 所以这次乐曲 对他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然后里面是 其实是多元化的 然后 也是有 其他人协助 他创作 他非常期待 大家的反响 就像我们刚才在VCR当中看到的 有人问出了 夏村杨子 你有计划 接下来到中国 开办自己的音乐会 或演唱会吗 夏村杨子 大変中国人 怎么样 好棒对不对 哇哦 其实刚刚的这个演奏是为了今天的活动 他特别编曲的东西 所以 听到大家有这么好的反响 非常开心 是因为 所以 如果大家 再次 这种地域 又这种 生演奏 再次演奏 听到的 或者 そういう リクエスト 有的话 是非是非 前向きに 検討 的 想要 所以 是非 SQUARE エニックスさん 剩下人 よろしく 忽援的 メッセージ 请代表 再次 还能做到 才能 我可以 是非 有机会 有的 大家 よろしく 请 那么关于刚刚大家问的问题 会不会在上海开演唱会呢 今天看到大家的这样很好的反应 他非常的期待 那么如果有粉丝们这样的要求的话呢 就多多的支持我 然后他会考虑到上海开演唱会的 期不期待 哇 夏村姚泽女士听到大家的呼声 想必肯定有信心 很快就能为我们在上海带来 她的下一场在中国的演唱会了 那么也是感谢夏村女士的精彩分享 那么接下来就到了一个非常神圣的环节了 我们要从夏村姚泽女士这里 收集起第一种水晶能量 这个能量就是音乐的能量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演唱的所有玩家 一起高举起你们带有手环的手 让我们和夏村姚泽女士一起 为我们的水晶注入第一种能量 好 让我们一起倒数吧 好 三 二 一 第一种能量 音乐能量 好的 谢谢夏村姚泽女士 为我们带来第一种水晶的能量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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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第一位嘉宾就反想非常热烈 是的 因为大家对他非常的喜爱 我跟你说 今天其实所有的嘉宾的粉丝 都比我们多 那当然 我听说你从小就是最终幻想的 这个终极粉丝啊 其实这个故事说起来 要从我们海管 最终幻想叫做太空战士年代说起 哦 不对 我要返回刚才那句话 我没有 宝宝今年18岁 以前从来没有玩过最终幻想 什么TFA呀 Lighting啊 我都不认识 对不对 所以我没有玩过 我只听说最终幻想系列呢 一个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系列 它已经有15代正统作品了 而且还有像什么战略版啊 陆星鸟的培养啊 等等一大堆的周边作品 其实呢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世界观 是的 最终幻想系列在中国 也有很多很多的粉丝 那么他们对于最终幻想系列 有着怎样的感情呢 让我们看一段VCR好不好 一起来看大屏幕 其实最终幻想最早从红白期开始就已经有了 那么在大陆也好 在全球它有很大的一个忠实的粉丝群 大家好 我叫达姆 我叫小范 一般听起来不叫我光光 我叫包包 我叫阿圈 小学吧 小学2年记得错 我玩FF的该是从9394年开始的 初中的时候开始接触FF 对那时候基本上暑假就是说 都在一个人家里面集合 然后有可能会有两台游戏机 三台游戏机一起玩 前几座都出了复刻版 然后之后出了一个20周年限定box 然后当时有一到13所有的游戏 我就买了那个box 然后一座就一座 SF这个系列 其实每一座都是给玩家不同的感受 作为印象深刻的话 可能不是正章里的移情 是那个FF7CC里的 晚CC的话 大概是通校打了三天 然后最后就要打 就是温头打的开场 我觉得非常有趣 印象最佳的作品的话 应该是二合六 除了十二以外 我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闪户器》的第一张点 它的电影化程度非常非常高 就是像看电影一样的游戏 这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最后幻想的音乐 都做得非常棒 特别是每一座都有的水晶旋律 然后现在我觉得星座里面 就是比如说十二十三里面 它的主题歌倒不是特别吸引我 它那个会有一个主旋律 那个特别棒 比如说那个十三 就那一段 就那个特别洗脑 就是你完了之后 就是根本就 就是三五个月都在哼那首歌 那种感觉 超幻兽或者怪兽 其实给我的感觉还可以 最喜欢的还是 手上拿的这个莫古丽 还有就是旁边的陆星鸟 超可爱 超可爱 超级可爱 对 最终幻想是 是我童年里面 最称贵的一部分记忆版本 至少我目前来说 肯定是会一直玩下去 只要大还是要最终幻想 我希望最终幻想 使我快点发售 最终幻想 是国行晚发卖 加油XD 加油东方明珠 加油FF15 明明可以成功的 最终幻想15将 更入国行市场 我相信明珠 我相信明珠 主菜 STEP 我们预祝 追踪幻想 在中国有更长度的发展 好的 刚才的视频当中 我们看到的很多画面 其实都能勾起很多老玩家 经典的回忆 这个我们今天收集的第二种能量 其实就在我们在场 每一位玩家的心中 这种能量就叫做情怀能量 所以接下来我要有请 我们在场的所有玩家 再一次举起你们的手环 让我们从你们的身上 汲取这种叫做情怀的能量 让我们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哇 大家手环同时亮起 哇 玩家的热情真是太厉害了 我看到这么多的手臂同时举起 心中是感到非常的温暖的 虽然天气很冷 但是我的心很热 是的 我也感受到了大家的这个热情 有一家公司呢 其实也感受到了玩家们 粉丝们的这一份热情 那现在我要考告你了 嗯 那你知道这次国航版发行 是谁引进的吗 你这不是考我 这是广告时间 当然就是我们的上海东方明珠 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其实呢 作为一名玩家 我是从心里 衷心地感谢东方明珠 这次为引进国航的 最终观想事 我而做出的努力 和贡献的 但是问题来了 最初东方明珠 为什么想到 要引进最终幻想15呢 在这个过程当中 又发生了哪些故事呢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段片子 来解开这个答案 好 我们觉得最终幻想是非常适合大陆发行的这样一款游戏 因为最终幻想里面有很多的玩家 他其实是有追寻这个光明被黑暗势力反势力的抗争 所以从一开始我们看到了发现了最终幻想 我们就决定一定要义无反顾地来把它引入到中国 去力争全球同步发行 其实东方明珠和SE的偶遇的话 是在第一阶的家庭游戏开发者大会上的 东方明珠它本身在游戏群的宣发 在整个一个市场推广 在游戏的这个培育和推广当中是非有强大的优势 包括它的这个整个传媒的力量和影视的制作 正好和SE在最终幻想 它的这个引用联动方面也是非常逢合 有了这样一个机率的话 整个东方明珠在中国能携手威蓝和索尼合作方 和SE的共同打造 甚至于东方明珠在主机引入到中国和政府的管理部门 也是非常能协作 当然最终幻想要进入中国的话 选择只有东方明珠舍我其谁 好现在让我们掌声有请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 副总裁东方明珠游戏事业群总裁苏文斌先生上台 有请 欢迎您的到来 欢迎苏总 非常兴奋 苏总其实真的这个东方明珠引进国航版的最终幻想事物 这个消息呢很多玩家听了之后真的是非常惊讶第一时间反应 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我们梦想当中的最终幻想国航 这么快就来到我们面前了 而且我们的主机刚刚入华没多长时间 FGF第一届家庭游戏主机开发者大会 在去年才刚刚举行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 东方明珠就做出了这么大的进步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要给你们点一个赞 非常感谢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想肯定有很多的苏总有很多的心情 还有一些经历 还有一些故事 想跟我们所有的玩家一起分享一下 其实在今天这样一个场面上 我想讲了也不多 其实在台下的话 我们能看到能感觉到 在今天的东方明珠 在最终幻想盛典的困扰下 我相信晚上是会更璀璨的 我们的最终幻想十五 也是现在是最闪耀的 在大家玩家的心目当中 没错 现在在台上的话 今天的天气 我充分感受到了玩家的热情 和我们合作伙伴的热情 我相信这个不管是东方明珠 SE 索尼 微卵和我们中国的玩家聚在一起 更多能给我们东方明珠 聚集无限的能量 所以我想玩家非常乐情 他们肯定是有幻想的 有没有 你们有幻想吗 那么玩家还有期待吗 有期待吗 期待什么 我这个期待就多了 每个人的期待都不太一样 好像 那我觉得包括FF15 Season Pass 我们会把整个最终幻想的产品 原原本本 最完美的引入到中国 FF15来了 太棒了 太棒了 能不能问一下 这个引入是指的同步吗 我想今天有很多精彩的团结在后面 卖个关子是吗 对对对 把舞台交给 交给大家 好 我们都知道了 很快我们的Season Pass 也就是后面的计票 DLC 都会国行引进 那么大家听到这个消息 高兴不高兴 大家都非常的期待 非常的兴奋 好 下面就有请我们的苏总 传递东方明珠的能量 那台下的观众也请举起你们的手臂 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第三种能量 对 既音乐能量 情怀能量之后 今天晚上我们在东方明珠收集东方明珠能量 让我们大家一起举起手臂 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速度能量 好 谢谢 好 谢谢苏总 谢谢 请苏总先下场休息 那前面刚刚苏总提到这个FF15的世界是由多个部分组成的 没错 就像我们在今天刚开场 就像我们在今天刚开场看的那个宣传片Universe一样 其实很多玩家都已经知道了 这次最终幻想15呢 不光是用游戏来打造整个世界观 同时还有它的CG电影 以及动画 三者缺一不可 是 那其实呢 电影也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大气磅礴的场景 细腻刻画的人物CG 令人拍案跳绝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先来看一段电影的预告片 同时告诉大家 后面还有更多精彩的关于电影的消息 Lucis A peaceful kingdom of great magic Nifflheim A military empire of vast machinery For centuries the sacred magic of the divine crystal blessed our world and its people But in time the promise of its power brought war to our lands The fires came everywhere all at once I am too old to fight this war I have no choice but to receive the empire and accept their treaty It's the whole fleet of airship six It's a trap An imperial fleet 20 miles to the south General Glock Why are you here? You are far too clever to have ever believed in this peace All that remains is to break the city Your majesty They have the princess Give the order to deploy the clay See it done The hope goes with you now You are afraid of me Hey 让我们掌声有请 最终幻想事务电影制作人 伊藤信正先生 以及最终幻想事务导演 野莫武志先生上台 好 现在我们来到电影制作人 和电影制作人 你好 大家好 大家好 上海 ようこそ 非常高兴 今天我们电影制作人 还有导演都来到我们的舞台现场 那我们都想知道 我们都知道最终幻想系列呢 有过不止一部的电影 那么可以请伊藤先生先讲讲 为什么想要做这么一部电影呢 まずは伊藤様にご質問です 何でこの映画を作ることになったのでしょうか そうですね FF15のですね 楽しさとか世界の素晴らしさをですね 気軽に映画という形で 皆さん家族や友人や 恋人たちとか そういった方たちと 見ていただきたくて作りました 最简单的理由呢 就是想通过电影 这个媒体渠道 然后能够让更多的人 认识FF15的世界 因为电影的话呢 你们可以和家里人啊 和恋人一起去看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那我身边的这位呢 野莫先生是这部电影的导演 作为导演呢 肯定有自己独特的想法 那么想请问一下 野莫先生对于这部电影 你有什么想法呢 野贼様にご質問です この映画に対する思いを 語っていただけますでしょうか はい まず 先に皆さんに質問しても大丈夫ですか 他有一个问题想问 现场的你们 哦 有一个问题想问大家 Final Fantasy 15って映画あるの知ってた人 手挙げてください 有人知道吗 有这个电影要上映 哦 結構いらっしゃるみたいです すごい 流石 ファン我違いますね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谢谢 で はい 英言対する はい えっと 今回のFinal Fantasyはですね ゲームと あと映画 そしてアニメと 幅広い入口があります 那这一次呢 FF15呢 我们可以通过游戏和电影 两方面来了解 えっと その 僕らはそれをユニバース 呼んで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 そのユニバースを通して 僕はですね ゲームと 映画の中で 親子の絆っていうテーマを 描いてみたいと思ってました 在这一次 在这次游戏当中呢 我们强调了 这个父子情的主题 ストーリーはですね 皆さんが体験する ゲームの裏側で 起こることでですね ゲームの主人公の お父さんである お父さんかつ国王である レギスの戦いを 描いたストーリーになっています 好 这一次呢 相信粉丝们都知道 这一次呢 是 有父亲的角色 他同时也是一位国王 然后他有双重的 这样的身份 可以感受到 他的魅力 ストーリー以外にもですね 今回 フル3D CGを 使ってですね 感情表現 というところにも 到来したんですけども それだけではなくてですね アクションシーン CGならではの アクションシーンが 満載ですので FFを知らない方でも 是非 見ていただきたいな という思いで 制作しました 而且这次 我们使用了 最新的这个CG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最先端 更震撼的 这样的画面感 和只有CG 能够展现出来的 动作啊 表情 希望所有人 都能够 这个 真切的感受 他的魅力 并喜欢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好的 那我们都知道 这次的电影当中 也是游戏当中的主角 叫ノクティス 他的父亲呢 就是刚才 我们导演 提到过的 这位老国王 而这个老国王的形象 塑造是非常地有特色 那请问两位 能否详细说说 老国王这个角色 キングのイメージについて 教えてください そうですね まあ国王なんで 国を守らなきゃいけない という厳しさとですね あとまあ 父親である というその優しさとですね これからその映画の中で 表現される 過酷な運命に 立ち向かっていく 強さという とてもその人間として 表情豊かな 感情豊かな 素晴らしいキャラクター になっていると思います 因为这个人物呢 他背負着 保护国家的重任 同时呢 又是一位慈父 那么在电影里呢 他不畏惧命运的坎坷 勇敢去面对 并且战斗 所以我们可以多方面的 去感受 这个人物的 人格魅力 これからの皆さん ゲームでですね 王子の ノクティスを 操作していくと思うんですけども 王に負けないぐらい 素晴らしい人間に成長させて欲しいな と思います 然后就是希望大家 在这个打游戏的同时 也就是这个王子 諾科特 也就是打游戏的你们 希望你们一定要超过父亲 然后虽然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但是一定要努力哦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就有请伊藤先生和野莫先生 为我们分享电影中的这个 父子情 也就是我们下一个水晶能量 父子能量 好 有请我们的李小姐送上来 我们两个水晶 有请伊藤先生和野莫先生 每人守时一个 共同为我们注入父子能量 到底他们两人当时 谁是父谁是子呢 好 同样还请我们广大玩家 一起举起你的手臂 让我们一起倒数 三 二 一 哇 每次看到这鲜红的一片 我就特别的心潮澎湃 好 那么也是谢谢二位 请两位先下场休息一下 谢谢 伊藤先生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大丈夫 大丈夫 是吗 对 这个映画 中国でも 中国で 見えるように 皆さん応援してください 好 请大家支持 支持我们在中国电影能够上映 然后呢 伊藤先生 也是要告诉我们 我们这个 这个FF15的电影版 也有中国电影公司的参与 以制作 那么接下来的短片 将为我们揭晓 让我们一起猜一猜 是哪家公司 那么的有实力 参与到我们 FF15的电影当中 对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好的 那么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共同来参与一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答案揭晓 那这家公司 就是刚才屏幕上 已经出现的 我们的换围数码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我已经到台上来了 这位就是我们的 换围数码的副总裁 唐浩 唐总 掌声欢迎 好 唐总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的 大家好 我觉得非常感谢 Square Annex 也非常感谢 同时我们SMG的 东方明珠 能够把最终幻想 这个伟大的 了不起的作品 重新在中国呈现 我可以再说下去吗 有很多话 当然可以 我觉得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 是因为 有这样一个殊荣 是因为来自于我背后 我们换围的 许许多多的 中国籍的 C级动画师的 长达一年多的努力 就是由于他们的 大家知道了 就是由于他们的努力 在这部电影当中 我们是全球团队的一员 这是一个很大的工程 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工程 我想在今天讲 最终幻想是我们梦想的延续 也是我们新梦想的起点 为什么讲延续呢 因为实际上在我们的CG团队当中 我相信在座的很多粉丝 也有做CG的 有许多人就是因为看了 第一部最终幻想的电影 踏上这个贼船的 虽然那部电影 没卖多好 但是我们真的是有 这是一个情怀 这是很多年的这个努力 中国的CG人 画园数码和中国的CG人 一起一直有个 中国的CG梦想 就是我们希望 中国的CG也能够 在世界的舞台上绽放 是这样的一个梦想 为此呢 我们做了许许多多的努力 我们的作品 现在也可以在中国 日本 美国 欧洲 东南亚 很多地方呈现了 但是呢 美中不足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工作时间 太多了 我们没有时间 再去玩FF 在我们的机房当中 如果是去玩FF的话 是要被扣钱的 唐总是来抱怨了 我听出来了 但是 但是2015年机会来了 机会来了 我们非常荣幸地 接到Square Enix的邀请 邀请我们加入这个 所以边玩边做了 听说这个幻围啊 在电影当中 制作了19分钟的片段 对吗 对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幻围的这个技术吗 有大概15个大的场景 将近300个镜头 这是一个全球的 这样的一个巨大的工作 我们能够在其中一起工作 和许许多多的高手 和Square Enix一起工作 我们觉得非常的荣幸 有一种怎么说呢 这个对CG人来说 有一种情怀 就是说 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英雄 但我感觉 我们与英雄一起共识 是这样的一个感受 我想分享三个罪吧 时间有限 我想分享三个罪 让大家知道我们的 我们作为CG师的 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第一个罪 我做CG可能快20年了 快20年了 但是这是一个 信息安保要求最高的项目 除了我们通常讲的 保密协议啊 管理权限啊 互联网的隔离啊 等等 在这个项目当中呢 每一个进入机房的人 都要用指纹打卡 上个卫生间回来以后 还要再用指纹打卡 而且如果你的工作 不是每天都进的话 你需要预约 这是我看到最严格的安保 第二个罪 管理难度最大 是因为这是一个全球工作的 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讲 在Square Enix的领导下 这个电影 每个小时 地球在转的每个小时 地球上都有CG人 在做这部电影 所以它能够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完成的那么好 那么跨时区跨文化 我们跨文也在里面 在这个一个区域里面 能够把这个项目 完成的那么好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 那么Square Enix 在整个的管理上 也带给了我们的很多的支持 我们觉得 学到了很多东西 第三个罪 是对物理 对物理的真实和工匠精神的 这种极致的追求 大家看到了那个画面了 那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的精美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一张图片要符合要求的话 我们需要用20个小时去渲染 20个小时渲染 而且渲染完了以后呢 可能还要再去修改 整个的这些东西 每一个人物的皮肤血管 可能都来自于真实的数据采集 这样的一个极致才能造成一个真正好的作品 我觉得能够参与到当中做一点点贡献 可能真是一个殊荣 所以在这次呢 我觉得我们 我代表我们所有的同事吧 我们感谢Square Enix 又把这部了不起的作品 尤其代表我们那些老C级人 因为在我们当初年轻的时候 我们是早期的玩家 我们很高兴他FF最终幻想 能够泛化出新的活力 同时呢 因为我们自己的东方明珠 在中国运营这个项目 我觉得对换围来说呢 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缘分 这一定是天中注定的 命中注定的事情 所以我相信最终幻想 在所有粉丝的支持下 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也希望 真是太不容易了 感谢各位幕后的英雄 好的 让我们把掌声送给唐总 送给换围人 送给中国C级人 感谢他们对这个C级事业 做出的匠人精神 和所有的精神的付出 好谢谢 好谢谢唐总 那么接下来呢 其实唐总忘了收一个消息 在这里呢 我们把这个消息 让给下一位嘉宾来说 有请上海东方明珠 新媒体股费有钱公司副总裁 上市影业CEO 陈思杰先生上台 有请 这个消息 想必大家会非常希望听到 是吧 陈总 大家好 在这儿看到这么多粉丝在这儿呢 我就很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如果说最终幻想15的大电影 在中国上映的话 你们会去看吗 你们会带自己的朋友和同学们一起去看吗 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自己公司的 上市影业呢 是东方明珠旗下 专门做影视制作的公司 虽然我们智力做的事情中间有一件事情 是我们花最大的努力在做 我们把全世界最优秀的电影 引入中国市场 和观众们见面 2015年的年初 大家记得神探夏洛克 今年的暑期 大家记得我们诞生在中国 当然大家我从今天反映 我看到大家很喜欢这部 最终幻想15 是的 我们一定会努力 争取 让这部凝聚了我们刚才唐总 凝聚了刚才上台所有的 我们Square Unix 和我们东方明珠 同事们心血的作品 尽快在中国和我们大家见面 好 有陈总您这句话 我们玩家心里就放心了 是的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 即将把大电影带到我们中国的陈总 好 谢谢陈总 谢谢 我们都好期待啊 好 其实呢 我们刚才说的Universe 是三者合一 我们说了游戏 说了电影 接下来该说说动画了 好 动画呢 其实也是最终幻想15宇宙当中的 不可或缺的一环 而东方明珠呢 已经引入了这部动画 大家应该已经在网上看过了 那如果没看过的话 可以去重温一下 不过现在呢 先让我们重温一下 最终幻想15动画中的 Brotherhood 一起来看大电影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我们来看大电影 我们的一般人 我们只能一般人 我们的一般人 初线 初线 我们的 我们的 對 我會想要 我會想要 你會想要 那我會教你 啊 當然 你會想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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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 是... 初めて是... 三人共 ここまで突然来てくれて その... どうも 大人、ハオ!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15にて ノクとの声を担当しております 鈴木達瀬です 今回このようなビデオメッセージでの コメントで 参加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もう15の世界というのはもう 意外と付き合いが長くてですね 6年半近く収録を進めてきて その中で 共に過ごした仲間たちとの絆もありつつですね 収録現場では かなり毎回 1年1年 いってしまえば 年を経てしまっている我々と まだそんなに年を 進めない ノクとたちとっていうところで 自分たちの 戦い方っていうものを 毎回毎回見つめ合いながら 時に楽しく 時に厳しい状況下の中で 音声収録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 かなり 毎度我々の 表情などというものも 撮っていただきつつですね 細かい細かい 調整を加えながらの 収録を進めてまいりました ですので皆さんには 多分隅々まで楽しんでいただけるような 作りになっておりますし 発売をして終わりというわけではなくてですね その後にも広がる ファイナルファンタジー15の世界というものを 皆様には 長く 堪能していただけたら 嬉しいなと 思っております ぜひ この動画を きっかけに そして このイベントをきっかけに 15の世界に 飛び込んでいただけたら 嬉しいなと 思っておりますし 皆さんが 遊んでいただきながらですね その旅を 共にするノクととしてですね 皆さんの側に寄り添えたらなと 思っております ぜひ 楽しんで プレイしてください ノク大学の鈴木達成でした わー 我們的鈴木桑 鈴木桑 光我一個配音 都有六年了耶 做了六年半的 為一個遊戲配音 對 花了這麼長的時間 其實真的是前所未見 你想 可以想像在這個過程當中 他們 是多麼精心的去打磨每一句台詞 有可能有很多劇本要推翻重來 重新再做 是 而且 她們的年齡慰了 我作為一個女生 我能說一句嗎 好 鈴木桑好帥喔 有沒有 我剛剛明明在台上說一句 你粉絲比較多一些 鈴木桑好帥喔 我說這話好像有點遠近 其實呢 你發現沒有 作為最終環境宇宙當中重要的一環 而且不管是在遊戲當中 電影當中 還是動畫當中 有一個東西經常出現 就是那輛車 有時候還會飛 那這個車呢 其實關係到一個重要的工作崗位 這就是美術設計和美術總監 對 今天我們也非常有幸 請到了最終幻想十五的美術總監 中秋永座先生 讓我們掌聲 歡迎他來到我們的舞台之上 それでは コンセプトアーティストの中秋様 ご登台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我跟大家說 今天中秋先生為了這個髮型啊 用了好長時間 作為美術總監吧 當然對這個要求很高的 是的 好 それでは今日いろいろ お話を聞かせてください 分かりました 皆さん 大家好 我聽到很空崩吧 我聽到很空崩吧 我々 好 今天我們只帶來了一部分作為宣傳片 請大家看一下 では ご覧ください 好 一起來看一下大屏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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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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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已经收集到了音乐能量 情怀能量 东方明珠能量 父子能量 还有原化能量 那距离我们今天的终极目标 还差最后一个能量了 灵灵你知道 这最后能量藏在谁身上吗 好 就在一位传说中的最终幻想系列挑战者身上 那么知道这位挑战者是谁吗 好 接下来的短片将为我们揭晓 好 想必看到这里来的都应该知道了 最后压正出场的肯定是这个游戏的制作人 我们著名的田田端先生 让我们一起喊出他的名字 Tabata-san Tabata-san お願いいたします 让我们欢迎田田端先生来到舞台之上 凄い 今日たくさんパンがいらっしゃいますよ Tabata-san どうぞ 来の真中へ 大家好 谢谢 好脸啊 好脸啊 对啊 どう 美味い 说的好吗 好 大家在这么冷的天气里都感觉到大家的热情 谢谢 僕の仲間がいっぱいパワーを持ってきてくれてました 僕もパワー持ってきましたよ 我们的很多朋友都带来了你们的能量 他今天也带来了他的能量 まずは要问一下他为什么成为挑战者 对不对 对 我们都想知道 为什么你把自己叫做最终幻想的第15名挑战者 这个是有什么意味吗 FF15のチャレンジ チャレンジね はい 今日みんなにチャレンジを三つ伝えようと思います 今天有三点要告诉大家 一つ目 これまでFFのファンだった人 そしてこれからファンになる人のために FFを近代化するということをやりました 好 为了让我们的老玩家和新玩家都可以满足 所以我们这一次把最终幻想15做得更加现代化 その近代化するFFを全世界のファンに同時に届けるということをチャレンジしてました 然后他挑战了这个现代化的FF15能够进行全世界的同时发行 三つ目 然后第三点 そのFF15をこの中国にもちゃんと出すということに取り組んできました 然后呢 刚刚说的一两点呢 已经实现了 那么现在要挑战 要实现的就是第三点 这个能够把FF15呢 在中国也能够同时进行发行 みんな FF15 簡体字で遊びたいよね 是不是想玩 是不是很期待 だよね 今ね 三つ言ったうちの 一番目と二番目は実現しました 刚刚说的前两点呢 我们已经实现了 あと三番目だけ 好 第三点 还未实现 一瞬実現させよね 让我们一起集合能量 让我们一起去实现它 好的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大家一起 举起手臂 集合能量 帮助我们的Tamadaさん 一起来满足他的第三个愿望 就是实现 我们的中国同步发售 来 让我们高举手臂 一起倒手 3 2 1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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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第三个愿望 现在是实现了吗 那三つ目的 これで実現させます させられますでしょうか それがね まだパワーが足りないんだよね 我们海能量不高 まだ足りない この中国に出すためには 僕の最も大事な仲間に もっとパワーをもらなきゃいけない 哦 那么为了在中国 实现这个愿望呢 我们也请到了两位 给了我很多能量的 很多能量的 这个两位伙伴 シャさんと ソエダさん この二人にパワーをもらえば なんとかなるかも 哦 那就是 仙伟先生和 天田先生 好的 请这两位 我们的愿望 可能会实现哦 好的 那么接下来 就让我们有请我们 第一位伙伴 微软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 XBOX事业部 中国区总经理 谢恩伟先生上台 有请 Hello 谢总 好久不见 Tabataさん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谢谢我们的Tabataさん 来 恩伟 今天在这样一个日子 来到这个舞台上 肯定有不一样的心情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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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在 东方明珠之下 能够跟 这么多 最终幻想的 狂热玩家们一起 互动 能够共同庆祝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 夜晚 实际上是非常激动人心的 今天下午呢 实际上也 看了众多的玩家 在我们的区域当中 玩到了最终幻想十五 也稍微 做了一些体验 那十年前 大家第一次见到 洛克提斯的一些玩家们 有可能像张瑞刚刚说的一样 才十八岁 刚刚读初中 高中或者大学 那十年之后的今天呢 实际上大家都已经走到了 不同的岗位当中去 大家呢 在现场 有可能也在电脑之前 更多的在微博 一些social media 面前 在非常关注 今天这场 具有重大意义的发布会 最终幻想的整个系列 实际上带来了 三十年的历史和传承 刚刚实际上 大家已经经验过 不光是一个游戏 从电影 音乐 美术 剧情 实际上都给我们 众多的玩家们 带来了 非常激动的一些体验 更重要的实际上是 陪伴了 已经见证了 一代人的成长 所以说在此呢 我非常感谢 东方明珠 以及 Square Linux 能够把这样重要的一款游戏 在玩家们期待了十年之后 能够带到中国 更重要的是 能够跟全球同步 让广大的中国玩家 在第一时间当中 能够玩到这一款神作的 巨大的魅力 以及体验 整个盛大的一个情怀之旅 下面呢 我想介绍一下 在Xbox One之上的 最终幻想 那除了这几款Square之外 从今天开始 广大的玩家 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拿到数字版的预购版 那这个预购版当中呢 是不光包括了游戏的本体 也包括三个 非常吸引人的DLC 售价在319人民币 能够在11月29号 如果今天购买的话 在第一时间 在全球上市的那一刻 玩到这一款神作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我们从11月29号开始 也即将销售 数字版的 这样一个版本 它会包括游戏的本体 一个DLC 然后售价也是在319人民币 那除了数字版之外呢 我们还会给广大玩家 带来光盘版 在这个光盘版当中 除了游戏本体之外 带光盘的游戏本体之外 也有一个DLC 也在不同的微软的销售游戏当中 大家也可以获取非常限量的明信片 那最后呢 我们也会给广大的玩家 带来豪华版 那豪华的光盘版 会加入天野喜效的 它特殊挥制的一个铁盒 包括光盘 以及7个DLC 在这个之上呢 也会带来为Xbox One手柄 定制的贴纸 以及限量的明信片 希望大家喜欢 那今天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我们昨天跟亚洲同步 上了Xbox One S 那今天呢 也非常有幸 能够在这个舞台上 跟Square Linux 跟东方明珠一起 让最终幻想15 在第一时间全球同步 那我们为了庆祝 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 这样一个重大的事件呢 我们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 小小的一个惊喜 给到在现场的所有的玩家 在众多的玩家当中呢 我们会有一位幸运的获奖者 将得到一个Xbox One S主机 再加上预购版的最终幻想15 其中包含三个DLC 那我们来看一下 上任有可能跟我讲一下 怎么抽呢 要不这样吧 我们还是举起手环来 你们这些人当中 有一个人的手环会变成 Xbox主题的绿色 那个人就是这个幸运儿 对 所以大家抬起头吧 来 举起手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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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由恩伟来 一个倒数吧 倒数啊 倒数 好 好 三 二 一 怎么不亮啊 那里 我看到了 那边 那里 那边 后面 是个女生吗 还是个女孩子 是个女生 好棒 恭喜恭喜 请来到我们舞台上 好 同时也一起 给我们的李小姐送上 即将获得全新的Xbox One S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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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恭喜 恭喜 非常幸运 谢谢你 好的 谢谢 谢谢 先录着休息 谢谢 我想再一次感谢 东方明珠和Square Linux 能够把这样一个巨大的一个作品 带给广大的中国玩家 也希望广大的玩家 在Xbox One上面 把最终幻想 它的传承 它的光辉 继续发扬下去 谢谢大家 好 谢谢恩伟 谢谢 好的 那继恩伟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第二位伙伴 就是来自索尼互动娱乐 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东方明珠 索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 天田五人先生 我们的五人书 大家晚上好 五人书你好 五人书中文说得比我六 非常感谢 我们来自五湖四海 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和热爱 我们都热爱家庭主机游戏 我们都热爱最终幻想 今天走到了一起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晚会 谢谢大家 为了配合这次的最终幻想15的中国的上市 PlayStation呢 为大家准备了几款产品 我简单的做一下介绍 第一款 我们看一下 谢谢大家 刚刚上市的 PlayStation 4的主机 特别的 有一个卢西斯王国的 王族的一个徽章 配的主机 同时呢 有限量版的 我们的铁盒的套装在里面 还有一些特点 这个是我们为大家准备的第一款产品 第二款产品 限量版的铁盒 同时呢 大家都知道这个铁盒是谁做的吗 是天野先生为我们画的 同时有一些限量版的DLC的特点 专门为我们国内的玩家们 上市价369元 下一个产品 普通版游戏 同时呢 普通版它也有一些限定的DLC 为我们国内的玩家做准备 价格349 还有一个事情我想告诉大家 凡是现在开始 做 今天开始做预定的 我们这些玩家的呢 PlayStation都为大家准备了 一些小小的礼物会带上 会有一些美好的明信片 跟这个配赛 同时呢 为了那些喜欢数字版的 朋友们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数字版 数字版呢 配有四个 非常有特点的DLC 只要从我们上市到12月12号 都可以获得这些特点 谢谢大家 有很多的产品 给大家做选择 希望呢 在PlayStation的平台上 大家都能选到 自己喜欢的产品 大家说好不好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晚上七点 全渠道开始做预定 欢迎大家选告 谢谢 无人说 无人说 刚刚恩伟送了礼物给大家了 无人说 我懂 在让我讲几句话之后 我也要给大家宣布一点特点 好吧 今年七月份 Tabataさん来到中国 在PlayStation的发布会上 给我们讲了 中文版的 最终幻想食物的消息 之后 我们在很多的国内的展会上 展出了这场产品 给大家提供了试版的机会 同时现在在全国十几个城市 陆陆续续的 都在做最终幻想食物的 路远的活动 我们希望呢 有更多的朋友们 能够接触到这款游戏 跟我们一起享受游戏 给我们带来的快乐 下一个主角就是你 PlayStation呢 是给大家提供快乐的一个平台 抓起手柄 大家都是一个主角的扮演者 最后 最后 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的礼物 上市限量的 特别的套装的 两个主机 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看 都把手举起来 把手举起来 看谁的手腕 会变成索尼主题的蓝色 三 二 一 我看到中间有一位 哪里 又是一位女生 一位女生和后面那位是男生 对那边有一位 新两位新选者上台 哇 五人说 说小礼物 这个礼物不小啊 非常新闻的一个套装 来 邀请我们的工作人员 送上他们的礼物 而且是最终幻想十五特别限定包装的 好棒啊 带着这个主题峰会的 恭喜恭喜 恭喜恭喜恭喜 太幸运了 非常感谢大家 好羡慕啊 五人叔真是大手笔 让我们把掌声再次送给五人叔 谢谢 好的 那么在我们 两位好朋友的鼎力相助之下 想必现在 我们可以开启我们的终极水晶能量了吧 是的 好 那么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最后最重要的环节 让我们有请 史库尔尼克斯社长 松田杨六先生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总裁张伟先生 上海东方明珠新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苏文斌先生 索尼电脑舆论 日本亚洲执行副总裁 知田博之先生 索尼电脑娱乐 日本亚洲副总裁 川本史郎先生 微软大中华区高级副总裁 Xbox事业部中国区总经理谢恩伟先生 同时 还有我们之前曾经来台上给我们贡献过水晶能量的夏村杨子女士 伊恒先生 野莫先生 忠修先生 唐浩唐总 陈思哲 陈总 以及我们的五人书 还有最重要的塔巴达萨 一起来到舞台之上 全てのゲストの皆さん どうぞご登壇ください 今晚我们的舞台 这是群星璀璨 大佬云集 好 林立 往我 往你那边聚集 非常难得有这样一个机会 让这么多大佬聚集在一起啊 是的 来 我们先拍照留念 昨晚会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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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接下来请我们和李小姐送上发射器 很快我们将聚集起所有的水晶能量 一起开启我们的终极水晶 我们的粉丝还有没有这个问题要问我们的各位 对趁这么多我们仰慕已久的知名人士 都在舞台上的时候 在这里给大家一个机会吧 我们现场有没有观众有问题想要问他们的 我看到那边有一个非常踊跃的 来勾个人让他到舞台前来 就那种 对对对就是你 来我先问你 你想问谁问题啊 我们这么多大佬在这里 五人书 想问五人书 来 问题是什么你自己跟他说吧 国航的PS4 Pro什么时候上市 五人书这个问题要回答吗 OK今天是最终幻想15的盛典 所以我们先庆祝这个盛典 接下来的事情我会找时间一定回答大家 谢谢 今天是最终幻想15的盛典 五人书说的没错 你就没有什么问题想问问 我们他不当嗓他们吗 你是冲着五人书来的 我看出来了 想不出来了 心里只有五人书 下去吧 还有人有问题要问吧 这次我们限定一下啊 问的问题要和最终幻想15有关 好吧 来还有谁我看那边还有一位蹦得很高的 那边就是没人蹦吧 来我们照顾一下 这是最后一个问题 抓住这个机会 321我看到谁的手最明显 那边那位蓝色衣服 他的袖子是白色的 好就你 最后一个问题啊 要和最终幻想事物有关啊 五人书很辛苦的 嘿嘿 哎 灵力你来问他问他一个 哎 你要 哎 我问的女主持在那边 不是 我就是 那个想跟天天先生说 哦 不是 大叔 您你好 会说中文吗 我想问天天先生关于DLC的事情 DLC的事情 首先是正宗会不会之后再 就是拿出来发售 还有 我觉得 就是好慌 五人书过来就场当翻译了 你看 我来给你做翻译 太激动了 慌了已经 你能先给我握个手吗 就是 握手 你能不能用手吗 就是 Oh my god 就这句我听清了 哇 耶 现在的感觉非常不舒服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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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话说问题还没问呢 那个DLC 哈哈 哎呦 五人书真辛苦了 这个 好 好 来 呃 请问天天先生 DLC之后会有 就是那种 单独的故事 出来吗 嗯 今后DLC以外にですね 新しいストーリー というのは 追加される ご予定は ありますでしょうか 予定はないけど だけど だけど今 ないよ って言って 終わりにするのは 空気的にまずいよね 哈哈 ニーズがあったら 考える 哈哈 本身呢 是 没有这个准备的 但是 如果 我要说 没这个准备的话 那就 大家 就会 太失望了 所以呢 今天 有这么多的 好的呼声 那 让我好好地想一想 哈哈 好的 谢谢 谢谢这位玩家 同时也是要 谢谢五人书 充当我们的临时翻译 真辛苦了 五人书 辛苦了 粉丝太激动了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要有请我们所有的嘉宾 走到我们舞台中央前方 一起集合一下 来 接下来 有请我们所有嘉宾 举起手中的发射器 对准 聚焦我们的水晶 让我们一起倒数 同时 一起请我们在场 所有玩家 举起您的手腕 让我们一起倒数 五 四 三 二 一 开启 终极能量 二 王道 完落 了 目的 是 指輪を奪う事 是 王子 何时 守得了 的 是 世界 闇扣 失 闇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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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极能量 全球同步发售 哇哦 终极能量已经开启 最终幻想事物 国航版发售日期是 11月29日 全球同步发售 没错了 从今天开始各位玩家 就可以前往所说的渠道 预告国航版的这个最终幻想15了 没错 我们今天的盛典呢 虽然很短暂 但是最终幻想15的探秘之旅 才刚刚开始 我们的试玩区也已经正式开放 各位玩家可以前去体验最终幻想15的魅力 在这里 让我们共同祝愿国航版的最终幻想15大麦 让我们在最终幻想15的游戏世界里 再见吧 再见 真的是一场非常棒的发布会 太棒了 我记得大家从头起到尾 你知道吗 这次爆料还是爆的比较凶 非常非常棒 我们也是在FF15身上看到了我们游戏的希望 对 非常的不错 那我们的话也是在今天的这个发布会当中见到许多重量级的嘉宾 以及许多非常丰富的环节 首先因为可能之前有些同学们并没有第一时间观看到我们节目的视播 那么正好来顺道理一遍 没错 那之前有就是最早的时候有本次的音乐制作人 没错 也曾杨子女士 是的 然后为本作的游戏配乐 是 那夏孙女士的话她那首乐曲的风格 基本上是符合那种和声那种史诗音乐 对对 会用交小乐的制作过程 对 没错 那么再往后呢 会也交到了东方明珠 以及幻围那边的制作方 对 制作方以及引进方 游戏的引进发售 是的 引进发售 是我们东方明珠 没错 再包括幻围也在里面做了不少的动画的工作 是的 就是在电影方面有真的19分钟的动画 是他们了 这一点很了不起 其实幻围的话跟我们游戏分配也是好朋友了 对对对 因为很多游戏的 我们很多节目的后期制作 也是跟我们有一个非常深切的一个关系 而且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等于幻围 拐了弯告诉我们 这个电影应该是有可能登陆我们国内的大萤幕 国内的大萤幕 对对 这一点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是的 因为我们的话一直都是能够 有所耳闻王者之见 这一款动画的 对对对对对 也会即将要来了 没错 没错 而且也提到了就是动画当中的那辆车 对对 那辆车 非常激动 那接下来的话也是就是聊到了很多关于就是 两大主机厂商发射的这么一个 对 那么Xbox也之前先率先公布了自己的一个数字版以及实体版 没错 包装价格 限定内容等等等等 没错 索尼也是同时宣布了自己的限定版的主机 是的 就是那个国王 王国的那个徽章 徽章 对 它也有一个特别的限定版主机涂装 嗯 然后包括铁合数字版 是的 以及普通数字版全部是含有一个DLC的 对的 而且可以说就是真正的内容又多 而且对于国王版本来说的话 是价格并不高的这么一个 其实都是300出头一点的价格 是的 非常的好 非常实惠 而且包含了特别多的内容 嗯 所以我觉得还是挺激动的 是的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电视机前观众朋友能够跟着我们一起看完真场 是的 那今天的FF15最终幻想15的发布会的内容 嗯 还是沿用一下瑞爷那句老话吧 就是在发布会最终说的 让我们在FF15最终幻想15的游戏里再见 嗯 那么我们之后希望在Xbox Live ID以及PlayStation Network上我们再见吧 是的 那我们今天的发布会转播内容的话也差不多到此为止 嗯 那也希望各位能够支持一下我们的国行版FF15 希望他们能够大卖 也希望各位观众支持一下 谢谢 拜拜 拜拜